那跟那些是一样 为什么呢 按照这个经题来修行 你就可以证悟呢 这个名字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还没出家之前 我不知道 帮过拿多少千人 取过名字 一直到我现在出家之后 还是有人打电话给我 师父 帮我谁取个名字 我说抱歉 我现在出家 就帮你取名字 师父没有关系 你出家取的名字会更好 我说很好 你可以接受吗 会出家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接受 我就帮你取个出家的名字 那你说名字重要还是不重要 各位我现在给你讲 名字就是你的座右名 所以我佛号叫达官 我的佛号一定不会叫非官 我叫达官 好对 那如果呢 一个人能够按照他的名字 来过他一辈子 所以他也会有成就 所以对 所以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的名字 你不要乱叫 你不要乱称呼 各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易容汽车 或是 Toyota汽车 对不对 他那个 一台新车 他也要取个什么 取个比较畅效的名字 对不对 或是比较符合大众的名字 那各位 连呢 连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 你都会要给他取个名字 那之位 你生一个 你生一个儿子 或是说 你为你自己取的名字 那你可以随便乱取吗 那之位 那我现在所讲的是什么 我现在所讲的是他的面海 各位我现在告诉你 你不用 你不用让人家取名字 你只要取他的内海 就 如果你生一个小孩子 你希望以后这个小孩子 你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帮他取这样的名字 他说叔父 我后天希望说 我这些人都出现 我才说 什么禅 什么慈 什么慈悲 什么 这名叫我故事 没有出去 都不可以 所以各位 这个你 有时候你觉得 有时候在跟你开玩笑 所以这也叫智慧 我们问这个东西 他的名字要好听 所以 比如说你自己开个春菜馆 各位 你那个菜名也好 要好得取名词吗 对 你总不能说取的什么 炒白菜 你就要取的什么 白意飘香 原来是炒白菜 这叫白意飘香 所以各位啊 所以呢每一本经的经体 你只要懂 你可以按照这个经体来修持 但是日本人很奇怪 他既然 一天到晚 只念什么 名字 金的名字 连金的内容 对 都不念 然后呢也不去物中 这个金的 真正的内涵 他说一天到晚怎么念呢 比如说妙华林华军 他可能就是念妙华林华军 比如说金刚 他可能就是 你可以在念金刚波罗波罗蜜 金刚波罗波罗蜜 金刚波罗波罗蜜 所以 他不是这样念的 你不要误会 而是要去 让你误说 他在讲什么 所以 整本呢 这五千多个是 就是在解释这个 这金的名字 简单意料来讲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如果你现在能够马上知道 你就能够按照这个金明修行 那如果你不知道呢 那你就老实把金刚筋好读完 然后就知道说 他到底在讲什么 接着 如大耶稣说 金刚波罗波罗蜜 义华为名呢 所以简单这么讲 我们再取一个 金的名字 一般 就用华来命名 那以金刚筋呢 他这个命体 就是以华 来命体 那比如说 唯谋结金 你知道 就以人来什么 来命这个金体 所以有时候以华 你说以人 有时候那是人跟华 同时来命名 我们在这里列说就好了 其意为何 各位现在呢 六鼠大师 要来为我们解释金刚波罗蜜金 这个金敏 到底在讲什么 各位 现在开始都是比喻 现在开始都是比喻 现在先讲金刚筋 解释金刚筋 这两个字 以金刚世界之宝 其性能力 能坏着物 所以这个世界上呢 确实有金刚 这一种什么 这一种宝石 确实有 确实有 所以呢 它能够呢 会保护 所以就像说呢 对 有个东西呢 有没有 像一些呢 比如说像钻石之类的 它能够割玻璃 有没有 你就代表说它硬度比它什么 还硬 那金刚这种东西 相当的什么 相当的坚定 所以能坏出物 但是接着注意看 金虽至坚 灵阳脚能坏 来哦 各位 我们刚才会讲 一物什么 刻一物 也就是说 金刚这种东西 虽然很坚 有没有 但是呢 有没有 有一种特殊的灵阳脚 有没有 硬度比它什么 更硬 所以 你叫虎达达到吗 你叫虎达达到吗 不是虎达 还是虎达 各位 所以现在六十大师开始在比例 接着他这么讲呢 金刚欲佛性 灵阳脚欲环脑 哇 还有虎达 众生皆有佛性 那为什么 各位为什么会迷失 你不会常常问我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会迷失 我们不是有佛性的 六十大师这里给你比的很好 他的比意呢 是说呢 有没有 没有错了 金刚呢 比意佛性 但是呢 银阳脚却能够什么 去破金刚 所以代表说呢 你的烦恼 你的烦恼 会障碍你的什么 你的佛性 是说呢 对 对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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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你 真的修行那么困难吗 信心明一开始就跟你讲说 自到无乃 唯弦简直 自到无乃的意思就是开悟不难 只是因为众生自己忘记分别 所以你不能开悟 诸位 诸位 我们讲一个人 诸位谈谈 哨头咖哨我可以吗 让我听到一公斤 心经万万 你什么结果万万 所以诸位 他能够他越全然的方向 诸位 扫尘除够 扫地 扫到心地开悟 诸位 这样让他都 简单一个 今天你来这边 去金刚天这两个小时 你进来 我跟你讲说 有个人去拖地两个小时 拖完拖拖就回去 我今晚就要完了 诸位下次会来的举手 我就不相信你那样 因为我不相信你那样 因为呢 以我们的概念 我这样做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不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那是为你今天来的目的需求 想学到什么呢 来琼慧 各位 你今天来的目的想学到什么 清楚什么 明白什么 你看 又重见落满 满足他的知识 你不是要来学一句我们不知道的 你是来学放下你的烦恼 听不懂 有好听我来说 各位 所以各位你不要抱着一种心态 叫我讲一些知识来满足你 各位 各位 我们不是上课 你今天是来修行 我今天所教的金刚经自己修行的角度去讲 要满足你的知识 各位你到内人书籍 你不听不懂 你不听不懂 我认识 你不听不懂 所以说呢 怀恼障碍着我们的佛性 所以六祖就这么讲呢 心虽尖刚 领阳脚能碎 佛性虽间 怀恼能乱 所以各位 你看怀恼厉害吧 真的很厉害 接着就这么讲 怀恼虽间 般若智能破 领阳脚虽间 并铁能坏 各位你看 遗物又什么 又刻遗物呢 佛性对于烦恼什么 障碍 各位 但是有个东西呢 可以破领的什么 烦恼 那个就是波仁智慧 是不是 终于有救了 各位 没有错 我们虽然有烦恼 它虽然呢 障碍我们的佛性 但是各位 但是众生的决性呢 本来就具足 只要你愿意把心静下来 只要你愿意顶其诸言 你的智慧就会升起 你的环绕呢 就会破碎 所以各位 所以金刚经在学什么 学智慧 好 所以这个概念你一定要 要会说 金刚经是在学智慧的经典 它不是在学什么 空 没有智慧的人 要好好研读金刚经 那如果读金刚经 不能开悟见性 实在是在学 所以你能够说呢 物质一个了然见性 也就是说你能够明白 这样的道理 各位 你必然就可以开悟见性 所以涅槃经这么说 这句话起来 见佛性不明众生 不见佛性是明众生 所以简单这么巧 众生跟佛 什么差别 见性就叫做佛 不见性的就叫做众生 所以心佛众生 跟三个本来是一样 是你的心在做佛 是你的心在做众生 那就看你什么 见不见性 所以各位 所以学佛在学什么 要以见性为第一要物 所以你不要学佛 学到说什么 求平安 斜见 求顺利 斜见 斜见 求来生 斜见 求好时 斜见 斜见 斜佛以见性为第一 所以六祖大师他就讲 为传见性法出事破前宗 六祖会只传见性 他其他都不讲 他怎么跟你讲 他怎么开导 就是让你见性 其他人情人情事故做什么 要讲一些好天的话安慰你做什么 因为你开不了故事破前宗 因为你开不了故事破前宗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佛性本来是存在的 金刚本来是坚硬的 但是各位 因为我们世人在学习的态度 我们心都不坚 有没有 有一句话这么讲 神仙有没有 都是怀人作人 只怕怀人的心不坚 也就是说 你的心有没有坚硬 所以就这么讲 口衰诵今光明不生 所以在光明旁边有两个字 光明就是幸福的意思 神仙有没有坚硬有没有坚硬 我好意思 那主位知道什麼意思了 封面兵的意思是 不是說華天道真公明 封面兵的意思是異為意思 那個主位 我們在佛潛多點楊展神 那楊展神是表法 是表智慧的意思 你看到十明摻哪會 十明摻哪 比如說菩薩 菩薩後面是發一個什麼 光明 那是表智慧的意思 所以 所以 體育不是楊展神 你開體育 那是楊展神也要穿得安心 所以你如果在安心 你就楊展神 所以你可以跟我說 師傅 你三點有三點 我跟他說 我三點有三點 你去洗三點就好 你要洗 你去洗 我跟他講 台陽光的六點 還不然我比較緊 你這個台陽光有洗 還不然會有得好 所以他這句話是 意思是什麼呢 口衰送金 你現在學了金剛經 結果一天到晚 讀金剛經 或是背金剛經 又主大師很殘忍 他這樣跟你講說的 這個會也不會生起來 你這樣誦經那樣經歷 地虎也是年輕 我看你怎麼念 你說的時候 事實上我曾經聽過 有人誦經送到開悟 就好像有人念我 念到開悟 對不對 對 真的有 但是那個人已經不是你 有啦 那個人一定不是你 所以你要說我這句話 那個人是什麼呢 那個人一定是很更的人 也就是說那個人一定是下雨 假設我們眾生的層次有上至 中根下雨 一定是下雨的人開悟 我們這一般一定是中根 算不上下雨的人 雖然是幫修復的有開悟 有一個禩虫 他說兩個徒弟 一個是大徒弟 一個是小徒弟 那大徒弟相當的聰明 小徒弟相當的笨 所以有的天呢 小徒弟呢 就问师父说 师父我这么笨 怎么修行 他就跟他讲说 就是因为你这么笨 所以才怎么 好修行 所以你又要修行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学笨 就是继续再笨下去 你就会开悟 他的小徒弟听得很高兴 大徒弟呢 不以什么 回来 结果有一天 果然的 那个大雄宝殿 在落后 大雄宝殿在落后 然后师父呢 就跟大徒弟讲说 再下雨了 大徒弟很聪明 赶快就到厨房去拿水桶 结果一拿出来 师父就骂他 这雨下这么大 你拿这个水桶这么小 能装多少 他的大徒弟呢 听到他师父这样骂他 他就很生气的跑出去 结果呢 小徒弟 也到厨房去拿个东西来抓 拿什么 拿竹笼 大徒弟是拿水桶就被骂 那拿竹笼会被怎么样 大概是被踩了 踩扁吧 结果呢 他拿着竹笼出来呢 他说呢 他脑就笑出来 不是骂出来 就笑出来 就跟他大徒弟讲说呢 你果然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他的小徒弟呢 听到他原来是天下第一 就开悟了 好各位 这样做什么要做地质哦 傻瓜要做什么 要做第一大傻瓜 开悟了 各位 因为 最坚异就没干嘛 我一定给你弄人 对 因为你不笨 所以 因为你不笨 所以你这样修 你不能修 所以你一定呢 要知道金刚经在说什么 你不能够只有呢 在这诵经 然后呢 不造成你修 所以接着 外送内行 光明其本 所以你在外送 旁边写一个字 解 内行叫做行 解行并进 也就是说 你才能够解行并进 内外可以呢 你自然就会有智慧 内无坚固呢 定会即往呢 简单这么讲呢 如果你内在呢 不老实 这样去修行呢 你根本就没有定 也没有会了 口诵心行 定会均等 及你旧见 诸位 口诵金刚经呢 接着 内在外在 按金刚经的理论剂修行 你一定呢 你一定呢 会开入坚固 这个叫 有定 又有贵 是你 就近 就近呢 有没有 就是成功 你必然就能够成功 接着 接着再继续比喻 金刚这两个字还没讲 我们就继续讲 金在山中 山不知之宝 宝地不知是山 何以故 五 为无信故 所以现在六祖大师说一个比 他说呢 有没有 黄金在山中呢 所以这个 这个山本身 也不知道呢 山里面有宝 但是呢 这个宝藏呢 也不知道啊 对不对 什么叫做山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 无情的众生 因为他们没有决心 你在无信 无信的意思就是 无决心 所以他们是没有决心 但是各位 但是 但是呢 我们有情的众生 就不是这样了哦 所以其实你看 人者有信 各位 每个人都有佛信 每个人都有佛信 各位 因为佛信就是决信的意思 所以呢 祈祈以保用 好各位 所以你就能够 你懂得保 有没有 所以你就能够什么 去用保 得意什么 金师 所以金师就是生 从这二人生 他这个保就是皇 这个性就是火 那我三保 佛法身 佛法身三保 所以他现在用这样的一个鼻翼 就是说众生就有佛性 所以他懂得佛法 然后也意到什么 也知道善之事 所以他现在说一个鼻翼 佛法身三保 取矿呢 喷炼 碎层金金 实意实用 则免挺苦 所以现在山上山中是不是有金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佛罩打开 有没有 那所以在佛法身之后呢 金是在什么 在矿里面 啊 金是在矿里面 所以呢 我们取出矿 然后来提炼成什么 成金啊 啊 那这样可以让我们每个人使用啊 啊 主位 那我们就不会贫苦 那主位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啊 主位 你的溺带就有如来的保障 主位 我有明珠一颗啊 久被呢 对不对 三合关锁 你的明珠一颗呢 就是你的佛性 但是各位 很可惜 你不懂得用佛性 刚才在吃饭的时候 有同学在跟我讲 他说 师父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直读经典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直读书吗 因为我觉得呢 我跟师父你们差 落差很大 那我为了呢 对不对 不跟你们落差这么大 所以呢 对不对 我们读书 我们可以书 希望有一天啊 我们的落差呢 哦 不要差距这么大 我现在就跟他讲说 你吃过了 不是呢 你们读佛经 你吃过了 而是你没有往内展 而是你从来都不把心静下来 而是呢 对你没走进了你的内心 是因为这样产生落差 不是你昨天多了少 才好像呢 跟我产生的落差 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哦 你们一定不要误会 因为说嘛 数你多一本 我来讨厌 我来讨厌十本 以后嘛 求情我来也讨厌十本 所以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六主难道是 啊 这样读书而来的吗 不是 只要你走进你的内心 所以你的程度一定比我好 你只要很多手信你的内在 你的程度一定比我好 尤其自信自具足 所以你内在的方法 除非你不信这套理论 所以你不信这套理论 就代表不信经典 那你不信典 现在你游去读情 你会很保证 那你说我们人公平 我们公平 哪里公平 佛性公平 对我们佛性都一样 只是呢 迷了生根体 我们性都一样 假设我们佛性呢 保护哪个有多少 你的佛性包裹就有多少 要说他别 所以你不可进入你人在 你就世界上最平衡的人 所以你很贫穷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快 他拥有很多东西 但是他不快乐 因为他就像什么 住在房里面的乞丐 为什么我常在农死呢 有的人拥有很多的乞丐 很可惜 他不懂什么 他不懂得把握 他不懂得信用 所以有的人家里呢 有阿公 有阿公 有十数买他 还有很多的情好友 带什么宝 有的人他有很多的功夫 还有他健康的身 但是不懂得享有 所以所以人很喜欢 所不看你拥有到财产 或许现在拥有所规 所以我不看 然后不快乐 比我糗 你不快乐 你都不糗 所以各位啊 所以我到时跟你讲说 你只要不过介入你内在 你内在的不忍之会 所以让使用 不贫穷 但是呢 偏偏不相信 所以贫穷 世道呢 是说我们佛性义人 以后我们佛性 也是这个意思 接着这个笔意呢 身欲世界 我欲安 环瑙一旷 佛性欲君 智慧欲公 金晋勇欲呢 站着 所以联系呢 几个笔意 六个笔意 看到联系六个笔意 好的 我们开始 要来一下下面这篇文字 恩心谢 有人 我 三 因为 我们的身心是一个 这个人 我的意志呢 不是障碍 就是你的什么 你的知见 产生了更高 我 这一定是你的知见 当然你的 不是别人在障碍 那接着呢 那人我又叫做人相 像众生 像什么相 知道对不对 是因为你的那些 有他的概念 所以接着呢 人我身中 有环瑙矿 是来起环的意思 因为有人我的爱 所以生起什么 生起环瑙 接着呢 到矿龙呢 有福性宝 对 脑呢 可以注意你的什么 你的佛性 所以 但是 我们往回推 往回推 回来 佛性宝中 智慧 功向 因为 我佛性 有波罗智慧 对不对 那我这个不智慧呢 就像我那个功向仪 所以这个功向可以等啊 又智慧 功呢 对不对 凿破于我身 见晃旷 以洁悟佛 对 喷炼 见 见智经活性 了然明鉴 事故以金刚为 未知 你也 那各位 这段的文字呢 是宣传 是什么东西 障碍我 接着 我可以再有多人会 他去破除 有没有 我修行 你就了然 不信 这文字呢 大家看得就好 所以到这里 是解释什么 金刚经 这两个字 所以这 还不断 是 空也不行 有名无疑 柯也是这句话 空也不行 也就是说 你只想了解 金刚经 到底说什么 但是你不按照 金刚经 如非自己修行 这样的人 有什么你知道吗 有名相 可以读个字 有名相 无体物 有名相 可以读个字 他说 使用金刚经 之后学什么 一般人都做梦 无相 无人相 众生相 无货者相 打开了 使用金之后 就是要这句话 以这句话 从到一层闹 又要背 还在从事 你只要听一遍 他也会 他马上就会 所以你这句话 什么 必须要佛寻相 我称各位 诸佛弟子 学佛之后 你要把梦 修化 修化完了之后 回到你家 跟你的家人 不需要一个佛寻子 完全不需要 跟你同事 不需要讲佛寻子 你可以转换他们 听得懂的语言 跟他们沟通 我很高兴 所以这样你才懂佛寻 那如果呢 你一盏一眼呢 将你金刚鑫 所提到的这些金融 化起来 自然就给他听你的用 那反而会喜欢改 所以学佛 不要只学到名乡 自己都没有提误 那为什么没有提误 很简单 因为没有利息 所以没有提误 所以如果能够按照 圣诞这一顿话 解义修行 灵体济变 已经说呢 你能够什么 明白道理 依教奉行 那所以你不干呢 你能够懂这些文字呢 的般若 这些的名相 你还能够呢 这个很深的起步 所以六福大师这么讲 不修即凡复 修同圣志 这句话画起来 好 各位 佛是人 人而成 你先是凡夫 所以你只要修行 你一定会变成圣人 你一定会变成智者 你不需要怀疑 在这天天有大多数的众生 常常跟你这么说 我不信你 所以 他用什么话 他用说他不是圣人 所以他就跟乱的发脾气 他就可以换错 他就可以乱来 因为他不是圣人 所以他就叫对 你怎么常常讲说你不是圣人呢 那各位 所以我们身边的人 这句话我从小听到他 每次人家在圆阶 你做的都在说 我没有圣人 各位 你有圣人 没有你偷偷的 那各位 他有问你 假设一下是有人在跟你讲说 我没有圣人 你便说不过我会圣人 所以 不是圣人就可以无语取闹 那代表我也知道吗 无语取闹 那这样不是天下大乱 各位 家庭的重点是在和 家和万事先 所以你老婆在插什么 你家庭在插什么 那各位开工室就在探索 那你们高宗是在买什么 和气才能忍材嘛 但是很奇怪 家庭结婚 高宗结婚 高宗结婚 五千万 那奇怪 众生来都这样 有办法 众生总是在破坏他自己 各位就这样 各位你看 我们总是都自己人在外自己人 一样 一样 一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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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 你不乱 外不强 我们看说是外不强 我告诉你 现在你内义乱 所以外很强 你时候呢 这些兵家 这些政策 有没有 他常常让你内乱有没有 他不需要被攻打 他就让你造谣声势 挑拨一间 他就是要让你的内乱 实际到了 他在攻打你 所以各位 所以高明的兵法家 他不需要 从中一兵一几 他就能够被 占领 所以呢 故名金刚 到这里呢 金刚 到这里解释完 好 接下来要解释 般若 好 大家看 同名般若 般若是幻语 唐言智慧 因为 智者 不起疑心 慧者 有其方便 好 所以把这两句话画起来 他把智跟慧的定义解释得很清楚哦 所以 什么叫不起疑心呢 你在旁进行两个字 正知 你在有其方便 睡两个字 正形 正知 跟正形 好 诸位 你自己也做智慧 你看平均问你自己就好了 你何必起个概念 来乱自己 你又何必起个概念 来折磨自己 你又何必起个概念 来让自己折磨 你又何必起个概念 来让自己恐惧呢 愤怒呢 何必呢 诸位你天天就是会起 这就是众生的克制 众生不折磨自己 不叫做什么 众生 众生实在是 怎么怎么走失眠 所以其他都没想起来 我现在一时是说 你几点点啊 无松怀都不 我后来一拜 十八点就在你胸口 看你的无松怀 我一断半两天看你的无松怀 所以各位呢 这四个字讲得很清楚哦 不起疑心 所以呢各位 这样的交致 虽然你好好呢 用这样的资金呢 你去过生活吧 去过人生 再来呢 有其方便 所以方便不是随便 方 就是方法 便呢 就是便利 所以叫做方便 那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他才能够什么 方便 一银以化他人 至习有方便 这是 赞金里面讲的一句话 就是你要去度化别人 一定要有你的智慧 有你的方法 你要善小方便去度化人 接着 字呢 是会 会是次用 简单这么讲的 字是体 鬼是右 所以各位 体跟右呢 是一 不是二 今天在网络 一个同学 认为一个问题 他说 有相的东西 一定有个换维 但是我们自信 我们自信的法身 是无形无相的 它是尽虚弓 骗法界的 它是没有一定换维的 这两个一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一样 我解释给你听 有相 跟无相 同不同 同 同 如果它是不同 它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法 我解释给你听 它是什么可能 所以有相的东西 这比较远起 我们的佛性或是无形这个虚空 有没有 它就叫性空 这个缘起从哪里生 这个缘起从性空生 所以它当体就是空 所以有形跟无形 它的本质还是一样的 它没有不一样 你不要误会 因为它从性空产生 那简单这么讲 你现在看到这个现象叫做用 那谁产生用 体产生用 所以也不能讲说 用就是用 体是体 不能这样讲 体用 不能够什么 分开 这样讲才对 所以一样的道理 智跟会 不能拆开 所以这两个字 我们说都是什么 都是一起使用 智慧 所以很少人讲说智 又是会 又是智慧 这两个字 同时来讲的 接着 体若有会 用智不一样 体若无会 用以无智 所以 这只是 有没有 在讲说 有会就会用 没有会 当然 对 就不会用 只为彼此为悟 不休自为以除之 各位 所以学佛 我常常讲 学佛 首先当学智慧 但是很可惜 你学佛 一刚开始都是学平安 知道对不对 你学佛 刚开始都是学 宵夜上 知道对不对 刚开始都是学 什么 点灯 各位 你一般学佛 你都按照顾 诸位 诸位 这样学 还没入门 所以各位 纵使你现在是学 净土中 你也要学智慧 诸位 可不可以念佛 可以念佛 历代有很多的禅师 都是念佛 他也鼓励念佛 但是问题呢 他们都有智慧 所以各位 你可念佛 可以 不可以鼓励学真意 但是你必须学智慧 你有智慧 你念的佛 就是不一样 你念的佛 是什么 念念觉悟 就是他念佛 佛 佛就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呢 唯有智慧 才能够破众生的愚痴 不然不能 所以到这里呢 播了解释完 好 现在我们解释呢 而名佛罗密 唐言道彼岸 道彼岸 者 离以生彌亦 对 离以生彌 这三个字 画起来 好 对 唐言道彼岸 你在道彼岸这三个字 这旁边写两个字 解脱 是解脱的意思 我们常讲说呢 这个收佛世界呢 是此案 另外一个呢 净土的世界 说这个净土的世界 不见得是西方极的世界 东方 又流离世界 那也有什么 俞乐的净土 有很多呢 所以是净土 那我们一般直接 把它翻作呢 解脱 你要解脱 那所以呢 所有的注解当中呢 以六祖大师在解释这个注解 解释的最什么 最棒 他说什么叫道彼岸啊 那三个字就把它解释完 离生灭 这意思就是道彼岸 所以生灭是什么呢 生灭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什么 有生就有死 花开就花谢 有土就有热 所以你现在所看到一切的现象 就叫生灭 对 所以生灭就是像 就是一切的现象 一切的现象 他就叫做生灭像 所以离生灭的意思 事实上就是离像 他说 他说离像 他说离像 则是佛 经刚经验讲得很清楚 你只要离像 你就佛 你就是佛 所以离像 你就被 不被现象所迷惑吗 所以你在离生念 有生灭这两个字 就写像就好了 就是离像的意思 子言世人 性无间故 以一切法上 有生灭像 有没有 你看 他把你捕出来了 这里跟古人情绪 也就是我们众生 这个无间故 你在这个无间故 写三个字 内无电 内在没有电力 以一切法上 有生灭像 也写三个字 外导像 就是内无电 外导像的意思 所以各位 所以我们迷思 迷思之后 流浪术去 对到我真母之地 并是此岸 并是此岸 所以 简单的这么讲 迷思之后 流浪术去 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就有见性 对 所以六道轮回 就是此岸 所以你学否一天到 再转来转去 绕来绕去 所以尤其 比如说 诸位行者 你们在修行 你们到场 不要复来马上 这是对你的不利感 我跟各位讲 你到场 不要复来马上 你这个不是修行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内在根本没有什么 没有坚定 你的内在根本没有知见 你的内在根本没有正确 你的内在根本没有正确 你才到场跑来跑去 所以你今天学东西要很清楚 依华不义人 我们谈华 我们不 不针对谁 这样对你才有方式 那为什么要什么叫跑来跑去 你看经典也是这样 你经典不要看来看去 一经超纲你就开会 你一定要相信 一门深入这句话 我知道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他反对这句话 但诸位 我奉献你 先贪议再说 先贪议再说 接着他去学什么 我们无量 四页学 先贪议再说 为什么 人生无常 你没有那么随便当你好 而且呢 我们生命太短暂 尤其呢 现在又是默默时代 我们做恶事 你还容易迷失 你要成就 真的不容易 那就要看你到底有什么智慧 好好地从一门一间深入 你先见信再说 我经常跟你说 你什么找到头 你什么吃头 你什么找到头 你不要一天早晚 再担心你的经济 你的生活 哎呀 你要去各自捕纸那边 去各自捕纸那边 去各自捕纸那边 你就都不会吃头了 只够两个字 你都没有提 你的存在为人 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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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一会儿还在许功 对不对 你一下子 现在有很多的企业 你一开始先去 要么是当个小老板 要么就是上班 你一开始就跟我讲说 我们无量试验学 你不要骗自己 所以诸位呢 对 你午后呢 你讲修 你可以呢 对 去学 对 很多的话呢 因为你才能够度一切的众生 因为众生 你的众生的游戏都不可以 所以呢 我们度人的方式呢 也都不同 这才是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 要开其他的 那各位 谈到这边 来请你看 学会的这张警戒 对 请你这边 好 好 各位 我请来跟各位讲 请你打开 一定有两个课程 课程 介绍一下 所以 这个新人身关工作网呢 请你 可以介绍你自己的朋友 他 我们这个课程不想投华 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对社会人师 来讲一些正确的人生观念 我们这个课程不讲佛法 虽然我们今年呢 只开了五个题词 是两天一夜 好 各位 是道场 所以他原归 啊 所以呢 如果你自己要来上课 或是你介绍朋友 要来上课 请他自己珍惜 好 两天一夜的课程 那 所以 那这个课程是针对 社会人士 好 所以旁边接下来 有一个叫回归自清 有没有 所以这个课程 这课程是禅修 麻烦也需要跟他讲一下 这是禅修 不要说 来的时候叫他打坐 他说这不是工作网吗 这是禅修 禅修是每个月 我们都有办禅修 从四月份开始 从四月份 每第四个礼拜呢 都有办禅修的课程 那所以那里面 悟某说 师父 你为什么要开这两个课程 所以很简单 新人相关工作坊 就是杜斯威人士 他没有宗教信仰 没有关系 从这边开始谈 所以学否是学智慧 他跟宗教信仰没有关系 但是很多人他误会了 所以他被宗教的包裹所限制 这是陷阱 这才是我要开课 最主要的原因 好 可以收取 那所以各位 所以呢 以此案来讲的意思 就是说 说是这样子 那接着我们在谈一句话 我们在下课 要具大智慧 以一切法圆满 离生命向 即是到什么 底暗也 所以大智慧从哪里生 从那圆满的自信而升起 当你能够升起 圆满的智慧的时候呢 你能够什么 离一切生命向 你就看证到什么 清清楚讲的 不生不灭 各位 这个时候呢 你就尽信了 这个时候 你就到 彼岸 也 那各位 那有以时间的关系呢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 这边 那各位 那我们礼拜天 礼拜天 國人與眾生,皆共臣佛道 同學,請請 請請 請 請問